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惊悚恐怖电影《午夜人》 故事开始,男主和女主是一对小夫妻 新婚不久的他们感情如交似漆,很是甜蜜 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除了我们都面临的车贷房贷以外 女主还有个不争气的妹妹 而这妹妹小时候就不好好上学 长大了就混社会乱交男朋友,到处闯祸 就在前不久,身无分文的卷发妹又来投奔姐姐和姐夫 但还是混吃混喝,啥事也不干 这天是新年夜,男主和女主出门参加聚会 和朋友们喝了点酒,散场后天色已经是很晚 两人没有叫代驾,决定自己开车回家 都说酒后容易乱性 这不男主和女主还开着车,就打算不可描述了 没想到车的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光头书 男主反应不及,直接撞了上去 夫妻俩赶紧下车查看 并准备将伤者送到医院去抢救 不料光头书没挺住,直接就领了盒饭 夫妻俩是吓坏了 酒驾撞死人,说成什么都得判刑 乱中出怪招 男主决定把尸体带回家,再做打算 而女主也没了主意 只好先同意男主的决定 两人把尸体偷偷的藏在了车库 可这时男主突然发现 车牌掉在了事故现场 没办法,男主只好回去找车牌 女主在家留守 与此同时,卷发妹浪够了 回到了家中 放着大门不走,非要从车库进入 谁知被撞死的光头书竟然复活了 她挣扎着爬了起来 朝着卷发妹发起了攻击 而卷发妹呢,不愧是混社会的 荒案中拿出了枪,开了一枪 这下光头书是死的 不能再死了 女主听到枪声赶来时 感觉事情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 但没办法 只好先让惊魂不定的妹妹先去睡觉 自己等丈夫回来再商量办法 可男主回来又带回来一个坏消息 车牌已经被警察拿走了 掉落的车牌地上的血迹 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很快警察就会根据车牌找来 事到如今得赶紧想一个对策 两人在光头书的身上翻了半天 想找到有什么身份证驾照之类的 结果居然翻到了一张 写着男主他们家地址的小纸条 难道光头书是在来自己家的路上被撞死的 但两口子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一切都变得诡异了起来 但还是先应付了警察再说吧 于是两口子开始串供 要是由警察来问 就说他们只是在路上撞到了一头鹿 然后两人清理了车库 藏好了光头书的尸体 一晚上战战兢兢的过去了 第二天警察果然是找上了门 两口子按照商量好的口供对答如流 表现堪称完美 警察检查了房间和车库 也没有发现什么 就在警察刚要准备走的时候 卷发妹起床了 一脸懵逼的看着大家 差点就说漏了嘴 要说这卷发妹心可真够大的 杀了人还有这么好的睡眠 幸好姐姐及时打岔 这才应付了过去 在警察走后 男主将卷发妹好好的一通批评 卷发妹也是非常的抱歉 说都怪自己 才把光头书引到了家里 两口子一听愣住了 光头书是冲了卷发妹来的 随后在姐姐姐夫的逼问下 卷发妹说出了实情 卷发妹以前找过一个男朋友 叫小帅 小帅以诈骗为生 以买高回报理财的名义 诈骗老年人 而光头书就是小帅的同伙之一 后来小帅因为和同伙而闹矛盾 被人给灭了口 卷发妹只好来投奔姐姐 怕姐姐不收留 只好将这事隐瞒了下来 但卷发妹说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小帅的同伙还要追杀自己 大家也因此都陷入了沉思 这时卷发妹忽然想到了什么 赶忙上楼找到了一个旅行袋 卷发妹说这个旅行袋 是小帅专门交给自己保管的 也许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几个人打开袋子一看 里面只有一个木偶 卷发妹说小帅很喜欢木偶这类的工艺品 给自己的手链也是木偶的造型 女主拿起了木偶仔细的观察 发现木偶是能打开的 里面藏着一张山顶旅馆的取物单 看来一切都跟这张单子有关 男主认为有必要去那里看看 寄存着什么东西 卷发妹也表示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 于是决定女主在家中留守 让男主和卷发妹去山顶旅馆取东西 谁知男主他们走后不久 警察再次登门 这次来的是一个年轻的探员 不停的询问女主有关车祸的事 女主是越来越紧张 感觉这个探员肯定是知道些什么 这时女主从探员的眼神中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举起刀想要防身 可很快就被探员给打晕了 醒来后的女主被绑在了凳子上 看来这个人是个假警察 应该是小帅的同伙 光投书应该就是他派来的 而另一边 男主在车里等待 卷发妹去取包裹 不一会儿 卷发妹回到了车上 一打开包裹 两人惊呆了 里面竟然是五万美元 天降横财 两人都很兴奋 特别是男主 但冷静下来后 男主却表达了暂时不告诉女主的想法 卷发妹有点不敢相信 难道这姐夫对自己的姐姐有二心 不过很快男主就敷衍了过去 两人继续开车回家 与此同时 假警察正在逼问女主 男主和卷发妹的下落 女主不肯说 免不了又是一通毒打 随后趁着假警察上楼找取货单的时候 女主悄悄的弄断了绳子 然后上楼把假警察给打晕了 这时男主和卷发妹也回来了 了解了整个过程后 卷发妹自告奋勇的去审问假警察 毕竟她和这个诈骗团伙还是比较熟悉的 不过看起来两人有些太过熟悉了 假警察一见卷发妹就问她钱拿到了没有 还表示可以和卷发妹评分这笔钱 接着卷发妹告诉姐姐和姐夫 假警察说了 如果放她走的话 就同意把钱给评分了 男主可不相信假警察的话 再说是自己找到的钱 凭什么和假警察评分 见男主这种态度 卷发妹竟然有些生气了 还将男主准备私藏小金库的事告诉了姐姐 而女主并没有表态 却一直盯着卷发妹的手链 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跑去找假警察 果然假警察的脖子上也带着个同款的项链 女主明白了 是卷发妹说谎了 这个假警察就是她的男朋友小帅 她根本就没有死 接着夫妻俩逼小帅说出了全部的真相 原来小帅所在的诈骗团伙 把钱寄存在了山顶旅馆的保险箱里 而小帅想要私吞这笔钱 就让卷发妹拿走了取物单 团伙自然是不会放过他们 打听到卷发妹带着取物单躲在了女主的家里 所以派出了光头书追查此事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了男主的心中 反正是笔不义之财 干脆将小帅灭口 自己拿这笔钱 男主将这个主意告诉了女主 而女主一时也没有注意 毕竟事情到了这一步 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不过故意杀人 女主可想都没有想过 而且男主的话里话外 貌似对卷发妹也动了灭口的心思 想到这里 女主是坚决不同意 男主只好保证 只会先将卷发妹给控制 肯定不会动她 随后女主去找卷发妹 无意中发现卷发妹还拿着那张取物单 女主也没有多问 把卷发妹领到了车库 男主趁其不备 将卷发妹也绑了起来 和小帅关到了一起 接着就去准备杀人 谁知却仗见女主正在报警 原来女主根本不相信 男主会放过卷发妹 为了钱 男主绝对不会留下隐患 男主果然是被金钱迷失了心智 此时受信大发 一步步的逼向了女主 为了钱 哪怕是自己的妻子 也不能阻挡自己 好在女主早有准备 拿起了枪对准了男主 而另一边 卷发妹和小帅互相解开了绳索 可没想到 小帅却把卷发妹给掐死了 并且拿走了那张取物单 可怜的卷发妹到死 还在维护男友 接着小帅偷偷的来到了男女主这边 趁着两人争执的功夫 一斧头砍死了男主 并将女主打倒在地 随后找到了那五万美元 抽出了两摊子 扔在了男主的身上 伪造成了这几人 为钱自相残杀的假象 眼看着就要对女主动手了 这时女主按开了车库的门 门外的警察已经赶到 将举着枪的小帅当场击毙 整个过程一下子就变成了小帅入室抢劫 连杀数人的铁案 画面一转 录完口供的女主走出了警察局 来到了山顶旅馆 用取物单取出了一个很大的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满满的都是钱 原来当初卷发妹早有打算 怕男主建材起义 故意隐瞒了这百万巨款 看着面前这上百万的美金 女主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并没有鬼怪 但却让人细思极恐 比起诈骗范小帅光头男 男主才是最可怕的 他自始至终 不知道这百万巨款的存在 而且竟然为了区区五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不到四十万 就动了杀妻的念头 这才是真正的恐怖 所以涛哥常说 鬼并不可怕 跟人心比起来 根本就不算啥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